我是汪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快要过年了,我发现家家户户都在着手做一些自家味道的东西 而且分享给身边的亲朋蚝油 前一阵子,保师傅就冲了一桶红油 他自己命名为保师傅 独门,他才很厉害,他说独门蜡油,还有蜡渣 然后呢,冲了一桶,冲了一桶之后呢,只装了大概70瓶左右 分送给身边的亲朋蚝油 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这位 最近在麦浩斯出版了《新香料风味学》的陈爱玲 一样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介绍了他们家的家传沙茶匠 今天呢,要透过爱玲的眼睛 来告诉大家新香料风味学 一起来上课 爱玲先跟听众朋友问好 瑞雅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爱玲 你先介绍你自己 是,我是来自马来西亚 那在台湾居住了将近二十几年 那为什么你的声音还这么有东南亚风呢 哦真的哦 这个我认为其实人有两种东西是永远离不开的 一个是食物 食物 味道 味道 一个是你的音调 你的口音 音调 可是我看到有很多台湾明星去中国大陆发展 他们讲话都变北京叉啦 哈哈哈哈哈哈 那还是说故意去矫正还是怎样 哦就自然的环境之下 可能是因为工作 哦 对 但我个人觉得这就是自己的特色 是 跟味道一样 嗯哼 就是等于是人本身的特色 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所以这次呢艾玲新香料风味学我其实是透过中田 是 就是好吃杂志的副总编辑 那天呢中田就告诉我说有一本很棒的书他一定要推荐给我看 他说呢为了这本书你们还跑去东南亚咯 对是回到马来西亚去做宣传 哦所以我一直都以为今天陈艾玲是从马来西亚飞来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现场 就刚才一讲说他已经居住在台湾二十几年了 对是的 人生美好青春都在这里 谢谢 很棒 我喜欢你知道把台湾都当作家 那可是我想要问一下艾玲 二十几年前你几岁 二十几年前大概 我回来台湾定居大概是我二十五岁的时候 二十五岁 二十五、二十六 可是你的这一本《辛香料风味学》讲的范围极广 是 对 它其实不是台湾观点的辛香料 我可以这样讲吗 是的 因为我发现这个现在所有的这个 有谈辛香料的这个议题的书绝大部分 不能说百分之百 绝大部分都是以西方人的观点来看这个香料 可是香料其实是来自这个东方 是 对 所以我心心念念就很希望以东方人的角度重新诠释香料 好 为什么我会问他多少岁 听众朋友 我不是故意要那个要去追问人家说 你今年几岁啊 你怎么多少年怎么样 不是 因为我只是很想知道 当二十五岁的陈爱玲来到了台湾 你的所谓你的基因里面 有很充分的东南亚香料吗 有吗 这个部分是丰沛的吗 其实我们从小吃香料长大 应该说香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是信手拈来 那随时都可以变换出不同的菜肴 可是当我迁徙来到台湾之后 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 台湾口味事实上是比较清淡的 对 那早期其实没有这么多的东南亚的餐厅 或东南亚的这个香料可以取得 对 所以其实当时候 因为我本身是学法 那但是来台湾之后 其实法系并不相容 所以我后来就有一个机缘 我进入到这个第一社区大学 去这个开吃香喝辣聊南洋文化 哦 对 那又是几年了 那个是大概十一年前 这么有趣哦 对 对 所以我想说以吃这个观点来进入 带大家来理解 这个来了解一下东南亚文化 所以 事实上我在家是没有做菜 没开火 我不会做菜 应该说死子不甘样春水 所以我为了想要 学习这一些东南亚的代表 最具代表性的特色菜 比如说我们讲到泰国 我们会讲到东阳共 是 是他的国汤 那我们讲到印尼 我们会说这个印尼的姜黄饭 是 那马来西亚 我们当然就是在讲肉骨茶 肉骨茶 对 新加坡人不会有意见啊 新加坡我可以特别介绍 新加坡咖喱蟹 咖喱蟹 咖喱蟹哦 是 哦我们今天就从爱玲讲的 这几道菜来切入了 是 因为整个都很鲜活 就比如说爱玲 刚才在讲泰国的时候 我脑袋其实有出现东阴公 对 可是当他在讲印尼的时候 我顿了一下 嗯 我想说奇怪印尼是什么呢 你知道我就想 有一点你知道 有点卡卡 可是当他讲姜黄饭的时候 你就哦 对对对对 没错 皇人大物 对 可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 属于自己的味道 跟属于自己的独门 使用香料的哲学 好那我问你台湾呢 你说台湾很清淡 对不对 是 可是台湾的代表性香料是什么 如果需要对印尼道料理 台湾 我后来再回到研究所去这个研究 就台湾菜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其实台湾有非常棒的这个使用五香的经验 五香粉 五香粉 对 再来就是豆瓣酱 对 那这几年更流行使用这个花椒 是 对 那台湾核心的味道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酱油占了绝大部分 再来就是米酒 嗯哼 可是酱油跟米酒属于辛香料吗 呃 不属于辛香料 可是却是辅助辛香料的一个 呃应该说 呃 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使用辛香料之后 最后我们一定要 呃 帮助这个菜有调味 对 对 那辛香料占了二分 三分之二 那三分之一我们必须要交给当地核心的一些调味料 来 发扬光大 发扬光大 对 没错 那可是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可以讲说卤肉饭是代表台湾吗 没没错 可以 可以这样解释吗 我觉得 其实是 其实是 对 好有趣哦 可是今天呢 在我们透过一些国家一些料理来走进 艾玲的辛香料风味学之前 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很想要学 就是我刚刚在讲的 这本书一开始 教大家所做的沙茶匠 也就是今天 陈艾玲本来想要带来给我 结果遗落在别人家的东西 所以呢 大家如果去YouTube看影片 看不到他做的沙茶匠 可是之后如果我收到的话 我会补拍照片 你知道补拍照片 是 因为老实讲我前一阵子我也收到了一个朋友寄来的一小罐沙茶匠 就是Eric Eric 徐明志 徐明志是一个生活风生活生活生活品味家 他说他花了一个礼拜 做了这一罐沙茶匠 一点都不夸张 不夸张吗 因为Eric来上我的课 我那个时候想说 我这个有一点脸红了 因为他花了七天做一罐沙茶匠 可是我的回礼是只做了两天不到的辣油 我说这看起来怪怪的 还好Eric跟我讲说他不吃辣 所以我的辣油也省了 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教大家做沙茶匠 他是跟你学的喔 是 来来来 他就写了一个那个小memo纸 我想啊 他来洗厨 因为我在洗厨开沙茶匠 跟那个手打牛肉丸 好来来来来 好 等一下喔 好热 好热 我就笑 还是我去帮你做 不不不 今天好热 来 好第二段七分钟喔 好准备来了 三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最近在麦浩斯出版了 新香料风味学的作者陈爱玲 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的封面 然后呢 也可以看一下这本书的厚度 这本书的厚度低近三公分 就可以知道这本书都是充满了知识与常识 这里面呢 总共介绍了三十四种重要的香料 完整掌握各菜系风味的精髓 当然还有直接切入有关于香料的料理 刚刚呢 其实在讲到这个书的一开始呢 就开始讨论到 爱玲他们家家传的沙茶匠 然后我就想到我收到了Erik送给我的沙茶匠 结果才发现原来戏出同门哦 发生什么事了 是因为在台北有机会来开这门课 嗯 那呃 因为这门课其实备料非常非常的繁琐 而且 你说Erik跟你学的对不对 对 在洗厨开课 在洗厨 听众朋友还记得洗厨吗 聂永平 对啊 所以等于是他跑来跟你学沙茶匠 呃对 学生都是谁 呃 学生 家庭主妇吗 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喜欢香料的朋友 好 在台湾其实有一个沙茶匠的品牌 永远也都只有这一个品牌 是的 对不对 就是牛头牌沙茶匠 是 可是我看市场上也没有竞争对手 是 可是老实讲这个沙茶匠跟我以前在原乡吃沙茶火锅 就是跟一些沙茶火锅店的沙茶匠也不一样 嗯 所以沙茶匠是一个每一个家庭的配方不一样的一个酱料吗 其实沙茶匠它是源自东南亚吃沙爹的沙爹酱 嗯哼 对 那这一些朝善人后来依锦荣归回到故里那就把这个沙茶匠就是这个沙爹酱 回到中国去之后 对是 然后不但是带回沙茶匠这个沙爹酱也带回了这个沙爹 嗯哼 所以现在在厦门其实可以吃得到沙爹 嗯哼 对那 沙爹是东南亚的啦 是 沙茶匠是中国朝善人回去再处理的 其实其实 嗯不是 其实是东南亚的沙爹酱 嗯 那这一些人 早期在南洋这个打拼的这些这些朝善人 嗯哼 后来因为发达了都依锦荣归 嗯哼 那所以他们 带这个沙爹酱回到了这个中国 就变成沙茶匠 对 可是我一直都觉得很疑问 我充满了疑问 因为呢 老师刚才讲的这个部分 就是爱玲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我有听过 可是我每次只要吃到沙爹料理 它不黑啊 是 你知道我们台湾的沙茶匠都嘛很黑 是 因为带回去这个 这个朝善之后 朝善人认为 因为朝善人吃蛋 嗯 他认为这个 南洋的这个沙爹酱啊 味道太辛辣了 于是他把配方拿来 重新再改造了一遍 对呀 所以放入了相当高比例的一个花生 嗯哼 所以在朝善 这个汕头这一边的口味 它是比较偏花生味的 嗯哼 那后来这些朝善人又移民 部分移民来到这个台湾 所以他又把这个沙茶 沙茶酱拿来改造一次 哦 为什么我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呢 因为我都觉得即使有人告诉我沙茶等于沙爹 沙爹来自 就沙爹他们其实是有关系的 是 可是我从小 嗯 我不知道就比如说我从颜色判定 嗯 我都觉得中间好像有一点点confuse 当然它的味道滋味呃有一些辛香料是重叠的 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从小我吃原香沙茶火锅 我记得小的时候沙茶酱里没有花生 嗯我记得小的时候是一叠沙茶酱 然后他问你要不要花生粉 嗯 可是我自己陆陆续续最近这几年去其他的沙茶火锅店吃火锅 就发现花生做在里面 是 味道不太一样 是 瑞瑶姐你你翻开那个书你看看 其实那个配方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今天一开始就教大家怎么做沙茶酱 是 我想知道Eric真的花了一个礼拜吗 家乡沙茶酱的配方 是 好等一下 是老师你要讲还是我要念 你念 因为我一定要给大家看 如果你有追上YouTube 我有定格在这边 好就可以看到有好多行ABCDEF 对 而且呢每一个ABCDEF里面是负方 是 比如说A爆香料有扁鱼开阳 新鲜泥状新香料是B B有辣椒有分干湿 有洋葱末有香茅大蒜姜黄 红葱头泥跟南姜 C是粉状的新香料 有湖水籽香茅草果姜黄丁香南姜五香粉芥末子 我先喘一口气哈 然后D是酱料 酱料是无调味的芝麻酱与花生酱 好这里就出现了哈 E是调味料 生抽 老抽 冰糖 虾粉 你没有用虾子粉 海盐 F是口感料 就吃起来有感觉的 就是细碎花生跟椰子丝 天啊 要准备这么多东西哦 而且它的前置作业其实非常麻烦 就好像我做这个沙茶酱 我自己会坚持买生的花生 回来自己烤 烤了之后再把它磨成泥 磨成酱体 那芝麻酱也是一样 再来就是这个 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椰子丝 那椰子丝呢 它是要干锅炒到它变成褐色 发出香气 最后才将它放入到这个沙茶里头 让它有一些一些勾芡 跟收汁的作用 奇怪 听起来好像在做EXO酱 有一点类似 虾米跟扁鱼 对不对 这里头也有扁鱼跟架子 可是我看你的这个 辛香料也好多 就像我就看到姜黄出现两次 南姜也出现两次 然后看起来有一些 你是要辅佐它的味道 有一些你要的是干的 有一些是湿 就是新鲜的材料 对不对 因为粉状的香料 它是在增加香气 那新鲜的这些 南姜泥啊 香茅泥啊等等 它是一种口感的来源 所以其实我在做研究这个 辛香料这么多年来 香料 它分成干跟湿的 那干的香料 绝大部分都是粉状 那粉状的香料 它是可以加成 这个香气的一个提升 那这一些泥状的香料 它是一个口感的来源 它就是等于是一个基底 那我想要知道爱玲 这些是谁教你的 这个是 妈妈吗 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每一年都会做沙茶酱 蛤 什么时候做沙茶酱 大概是快要过年的这一段期间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再回来 没有想到沙茶酱是东南亚人过年的滋味 这点我也很吃惊 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你知道沙 沙锅鱼头 我知道 是你们的还是我们的 沙锅鱼头吗 沙锅鱼头 他们都会放沙茶酱 我觉得其实沙锅鱼头有可能是 你们有吃沙锅鱼头吗 在嘉义的这个林松林 我说在你们的家乡 我们没有吃沙锅鱼头 来来来 我本来要写一篇沙锅鱼头文章 可是我觉得很好笑 好 后半三段了 好准备来了 三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自己都在思考 比如说沙茶酱是属于过年的味道 可是我就在想我平常吃沙茶酱是为什么呢 是在吃火锅 在吃沙布沙布 然后在吃沙锅鱼头 或许沙锅鱼头有一点接近过年的年菜 可是一年四季也都在吃沙锅鱼头 所以呢我今天邀请到的是麦浩斯 在麦浩斯出版了《辛香料风味学》的作者陈爱玲 我刚才就问她说 东南亚人有吃沙锅鱼头吗 加沙茶酱的 没有 可是东南亚人有吃咖喱鱼头吗 有吃咖喱鱼头 但没有吃沙锅鱼头 有沙爹鱼头吗 我看沙爹都是 没有 但我们有沙爹锅 沙爹锅里面煮什么 沙爹锅里头就是 我们会把一些串 串一串的这个 什么东西都可以串 然后直接放到这个锅里头去煮 那个是在马来西亚的麻六甲这个地方 我们叫做娘惹沙爹锅 娘惹沙爹锅 因为大家会发现沙茶其实有两种 也是干跟湿的运用 对不对 你可以拿来沾酱佐酱 还是炒东西 另外一个就作为汤的调味料 没错 因为你刚才讲到沙茶 我就想到沙锅鱼头 在台湾难道是从东南亚传进来的吗 其实我觉得 我没有去研究这个沙锅鱼头 可是在东南亚我们没有再吃沙锅鱼头 像沙茶酱本身 我们也不是直接拿来沾着吃 而是作为一个火锅的基底料 放在跟高汤放在一起 对然后变成是沙茶火锅 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是跟你们有关系 因为我在采访了一个老字号的沙茶火锅的老板 他告诉我早期其实沙茶火锅不是沾酱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台湾的沙茶火锅都是沾酱 因为你要涮肉 他说早期其实沙茶酱是放在锅子里面 没错没错 锅子里面 因为我妈妈是潮汕人 所以可以一路追耶 我妈妈是潮汕人 所以我们家非常重视沙茶酱 那每一次到了过年 快要过年的时候 就在现在这段期间 家里就开始备了 所以其实我们要做沙茶酱的工程 很大一锅 非常大一锅 我发现爱玲手拉开来的时候 比脸盆还大 非常大非常大的一锅 所以等于是全家大小 一起都来做沙茶酱 一定要大大小小都要做 所以做一年的所需 对不对 一年的所需 好 来给大家稍微嘴巴介绍一下 做沙茶酱 为什么要花七天的功夫 然后最后终结在哪里 其实沙茶酱的基底本身 我讲的是东南亚的版本 那也跟这个潮汕这边 其实没有 也许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我们的做法是 主要以红冲头为基底 红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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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会发现 丝香料当中有非常多的占比 有一些是洋葱 有一些红冲头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在我自己的配方 我的家里的配方里头 是放洋葱 那也有人放红冲头 那再来就是 你会发现有南姜泥 对 有这个香茅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会加一点点的姜黄粉 姜黄粉 我发现我后来研究发现 其实 汕头这边的话 是没有加任何的这个 就是姜黄粉 台湾也没有 那为什么要加姜黄粉 因为东南亚本身它是一个 非常热带的地方 接近赤道的这个 这个热带国家 所以很多东西它会腐败 所以加姜黄能够 义菌跟保存 所以除了风味之外 你知道还要在乎 考虑它的功能 对 没错 没错 再来就是潮汕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其实就是南姜 所以南姜一定要放 可是我发现 台湾这边的沙茶酱的配方里头 是没有难讲的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沙茶酱的油很多 是 因为你刚才讲到防腐的这件事情 我就想到 我们的沙茶酱通常都是用油风 对 有油风 对不对 所以等于是油脂的这个部分 也是不可少 对不对 而且它的这个 油脂里头非常着重在 纯的 非常纯的 几乎是这个 第一手的这个 花生油 所以你们用的是花生油 对 花生油是最重要的 三分之二 几乎都是花生油 纯的花生油去炒 纯的花生油 再来就是三分之一 是一般的油脂 对 然后两个去mix 因为 在后端加入这个 花生油 它有香气 那比较不容易这个 挥发 哦 所以等于是花生油 是两次啦 对 两次来汇合 对不对 是是是 再来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是加入了 椰子粉 椰子粉 刚有讲啊 你知道就比如说你刚才讲椰丝 对 椰子丝 就是干锅炒了之后 变成褐色 最后才加入 它变成是一个 汇集所有的香气 在一起的一个元素 的确在我的印象中 吃沙茶酱 在牙缝中会卡住的东西 通常都是椰子丝 对不对 而且无独有偶的 非常的神奇 汕头人也加入了这个 椰子丝 台湾这边也加入了椰子丝 所以等于是用这个方式就可以知道了 大家都系出同门 还是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只是来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有可能因为口味 口味的不同 还有取材 对不对 然后还有有可能跟 麦相之类的吧 对不对 里头刚刚瑞耀姐提到 就是为什么都是黑色 因为有加黑抽 来 顺便给大家讲讲 因为这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老抽 一个是生抽 通常呢 我发现老抽跟生抽 在东南亚人的解释 跟在中国南方的解释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是 你们的老抽有味道吗 我们的老抽没有味道 只有色泽 就调色用 那是跟我们一样 生抽就是酱油 讲生抽就是酱油 愿意只有人误会这两个东西 可是因为我也有看过 有人讲说 什么生抽是新鲜的酱油 老抽是老酱油 因为我也有看过这样子的解释 可是在我的经验里面 其实老抽就是调整颜色 没有味道的一个膏状物 对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大家如果要按照这个食谱做的话 就会很清楚 我不知道沙茶酱可以放一年 可以 我都不知道沙茶酱是这种过年前 那你们年菜怎么用沙茶酱呢 哪来做这个沙茶火锅 沙茶火锅 等一下我要问一下爱玲 你现在叫沙茶酱 还是会叫沙爹酱 沙茶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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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也被同化了对不对 本来它就是沙茶酱 我们在马来西亚也都叫沙茶酱 也都叫沙茶酱 那可是有叫沙爹酱的吗 也有叫沙爹酱 那个是用来涂在食物上去烤是不是 没有 沙爹酱 沙爹酱是烤肉串 嗯 然后沾着来吃的 哦 对对对没有错 就是串上面的那个 对 跟我们今天讲的沙茶酱是不一样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来跟 带来跟大家分享沙茶酱 怎么样运用在年节料理里面 到底有多么有代表性 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来 后半两 你这两段 他今天能把沙茶酱讲完就厉害了 后面要多讲这本书 好准备来了 好来三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有没有很想要吃沙茶火锅 有没有很想要吃沙锅鱼头 再不记呢 呃你现在所在的地方附近又有涮涮锅 有没有有一种枸杞想要吃沙茶酱的感觉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最近在麦浩斯出版了 新香料风味学的作者 陈爱玲 哇他这本书我要一手拿起来还跌倒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的封面 很重 对然后呢我们来继续聊沙茶酱 所以等于是呢你们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沙茶火锅 对不对 你们沙茶火锅怎么做 沙茶火锅就基底酱 这个呃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做这个沙茶酱 对然后成为这个基底酱 然后呢再兑高汤 哦直接就冲进去了 对直接就冲进去了 嗯然后就是一个火锅的这个形态 啊可是也我不知道冲进去的比例有多高 比如说我喝起来有咸味吗 还是有还是淡淡的 还是他表面有浮油之类的 都有 有可能很小气只放两勺 哦还是一勺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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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们做这么多是因为我们要吃很大锅的这个沙茶火锅 嗯所以基本上这个基底酱它本身的咸度是非常的高的 嗯哼所以等于是光靠它就可以来做锅底 是的是的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你们马来西亚的火锅到底放什么料怎么吃呢 嗯跟我们一样吗 其实现在全球化的时代 大概吃的跟台湾吃的配料也都差不多了 哦没有比较特殊的马来西亚当地一定要放进去的东西 嗯如果说有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呃鱼角 我们的鱼角我们的鱼角是呃用线包的嗯哼 对那再来就是有一些丸类尤其着重在牛肉丸 牛肉丸牛肉丸 牛肉丸 因为我听到你去洗厨上课的时候交了一个沙茶酱 是 也交了一个手打牛肉丸 手打牛肉丸 你怎么这个动作很像食神的莫文味 真的是用打的 真的是用打的 像是你在打大鼓一样 是我们是那个牛肉块 嗯我们是买了这个沙朗的部分 不切哦 呃切成一大块 嗯然后就放在那个很厚的砧板上面 对 然后就用打的 猛锤对不对 对猛锤 而且那一个钢 其实一支就要1.5公斤 你说什么钢 就是那个打的钢 打的这个 钢腿啊对啊 他叫钢腿 对 不是棒锤 不是不是棒是钢 啊钢做的 对钢做的 一支就1.5公斤 这个要去哪里买啊 就套宝套 这个是练 这个是在练手背 你都没有蝴蝶秀了 是是真的是在练的 而且做起来的那个牛肉丸好弹 真的好弹 所以莫文味在食神里面 在做爆浆撒尿牛丸 不是戏剧效果 不是是真的 是他的制程本来就这样子 是的 听众朋友知道吗 他有那种周星驰的粉丝 有去算 莫文卫在电影里面打了几下 才能够做成爆浆撒尿牛丸 那个绝对不是 不是空穴来风是真的 那这样打 真的是就这样 要打多久 学生有轮流打吗 有轮流打 那每个人拿起那个钢腿 就觉得说他不行了 他不行了 还好Eric送我的是沙茶酱 Eric不是送我手打牛肉丸 我的Eric已经够瘦了 不知道要瘦成什么样 那所以等于是做这个牛丸 牛肉丸 所以做这个牛肉丸 也是要for沙茶火锅 是的 还有什么丸呢 因为我总觉得台湾的丸角 不太像丸角 比较像是某一种 主要成分的制品 还有西刀鱼丸 西刀是什么 西刀鱼 西刀鱼 怎么写 西 就东南西北的西 然后刀子的刀 西刀鱼丸 在台湾买得到吗 在台湾买不到 西刀鱼丸 就是鱼丸自己打 也是这样子自己做 就是他是 他是一个 我忘记那个鱼叫什么鱼 但他非常的长 那其实他是一个 比较不好吃的鱼 但是他拿来做鱼丸 就非常好吃 会是鬼头刀吗 诶 可能需要查一下 所以还有自己做的鱼丸 是 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讲的牛肉丸 是 然后你们会放豆腐吗 我们 会放豆皮吗 会有白菜吗 会有豆皮 会有豆腐 会有豆腐 但没有白菜 嗯 大部分会吃铜蒿 铜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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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自己前一阵子有跑到高雄去了 因为我自己去高雄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我很喜欢吃一家火锅店 叫做天天 是 然后这家火锅店也很妙 这家火锅店呢 它会有特别炸好的扁鱼 让你直接加进汤里 是 我有的时候在吃到这个扁鱼的时候 老实想 我也会联想到沙茶酱 是 因为沙茶酱里面有一个新香 就有一个很浓郁的香味来源 很鲜的味道 就是扁鱼 就是扁鱼 那所以我自己就在想说 他们是不是拆解了一些东西 是 可能以前是一个酱吧 可是很麻烦吧 我不知道 我自己随便推估的 然后之后他会把这个关键性的食材 独立出来 你知道变成一种什么 搞不好大家也会认为说 搞不好他就是台式的啊 你知道 跟沙茶酱无关 可是不管怎么样 大家觉得料理的美味 它们重叠性的材料 很高 对不对 很清晰 又很清楚 好听众朋友 你们可以去买这本书 来给你们的新香料 来给你们增一点知识跟尝试 然后呢 这个沙茶酱的配方 很清楚写在这边 大家也可以自己动手做 在过年前也好 在过年后也好 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些手制的东西 送给身边的好朋友 感受是大不同 可是因为时间不多了 这本书很厚啦 我实在好想要问 呃 陈爱玲更多有关于香料的问题 刚刚其实有聊到 台湾对于香料 跟东南亚对于香料 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接受一些西方的资讯 好 其实东南亚的资讯 并没有那么充分 我们是不是有遗漏掉很重要 可是我们要应该认识的香料 因为你这本书里面摘出了三十四种重要香料 是 现在要我王瑞瑶背 我大概只背出十种 你知道 就我们身边周遭 我想我如果念出十种 算很厉害了 对不对 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应该要认识 而没有认识 嗯 其实香料有分地域性 嗯 就好像在台湾 很多的香料都是伸藏在卤包里头 嗯 对 那呃在台湾会用到相当高比例的八角 丁香肉桂等等 嗯 那其实在东南亚 嗯 我们用的香料 呃有分新鲜的亚系香草 我想亚系香草是属于亚洲的香草 亚洲系 对亚洲系列的香草 不是迷迭香也不是鼠尾草 我们反而对迷迭香的鼠尾草很熟悉 对没有错 所以说在亚洲这边的香草 绝大部分呃我们会提到像是咖喱叶 嗯 像是香兰 像是香茅等等 嗯哼 那些都是属于新鲜的香草 嗯哼 那反而在台湾 其实非常适合种这个亚系的香草 嗯哼 那我们要做欧西草 其实有一点点呃 其实要看天气 其实的确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也是因为拜移民之四啦 是 其实东南亚移民之四 我记得以前早期如果想要买这种 比如说是柠檬叶 香茅 是 一开始都是接受泰国料理嘛 是 只有干燥的 嗯 然后在特定的通路里面 可是老实讲 现在呃 艾琳所讲的这些亚系的香草 其实很多新鲜的都在台湾 都在台湾 都在台湾可以种的 而且还很容易买的到 嗯 跟以前都不同 是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嗯 我们最后一段讲一点 我们应该要认识的香料 好 你要讲到咖喱叶 好 咖喱叶其实也是最近这几年 大家才在料理里面 你知道 才把咖喱叶放上去 嗯 然后还会跟你讲说 它好难买哦 怎样怎样 对啊 然后就比如说打炮也是啊 是打炮 以前大家都用九层塔 什么东西没有都用九层塔 是 像以前西方来的时候 没有罗勒 他就说那你就用九层塔做刘乐奖 嗯 你知道就比如说我们有很多都 制作 也不能讲制作聪明 就是就地取材 就地取材 可是并不知道真正的模样 好 来 最后一段七分钟 好 好准备来咯 3 2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听众朋友今天有没有口水大奔放呢 老实讲我们今天只讲了一点点哈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麦浩斯 最近在麦浩斯出版了新香料风味学的作者 陈爱玲来跟大家聊他这一本书 嗯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 有什么香料我们是不知道的 好 大家细说从头 原来呢我们的整个生活里面都偏重 嗯 比较难种 可是呢 你却很清楚 嗯 这些欧美的香料 可是对于亚洲系列的香料 反而没有那么熟悉 对 刚刚其实提到了几个东西 什么咖喱叶 咖喱叶 然后香茅 柠檬叶 香茅 南姜等等 可是最近咖喱叶好红欸 咖喱叶很红 我最近吃到的 主要是有关于咖喱的料理 他们都会把咖喱叶油炸是不是 是 因为油炸之后叶子变透明的吧 颜色更深 然后就放在上面这样子 因为咖喱叶本身 它是一定要经过油炸之后 它的香气才会大奔发 这是基本法 我想说他们怎么都把它弄得好漂亮 或者是你要把它放入到咖喱里头 它的这个柑橘味才会更显著 所以咖喱叶它本身呢 是非常具有抗癌的一个作用 形容一下咖喱叶 因为咖喱叶它本身呢 非常的清新 它带有一点点这个柠檬柑橘的味道 因为刚刚艾琳就有讲有一个柑橘的味道 可是它很小片 很小很小片 它威力很大 你只要揉一揉 或者是你放到有关跟这个海鲜类的 海鲜类 比如说新加坡咖喱蟹 它里头有一些配方里头 它一定要放咖喱叶 哦 所以我们会讲说 这个菜的命名叫咖喱 然后大家会认定 咖喱就是有很多香料的综合体 可是就在想说 搞不好这个咖喱蟹里面 也意味着这里面有咖喱叶 对不对 是不是 而且它也非常适合煮鱼类 鱼类 所有的鱼类都可以 海鲜类都可以 贝类也非常的适合 对 那来教大家注意到咖喱叶的海鲜料理吧 哦 那如果你身边可以取得到一些咖喱叶的话 那就用新鲜的 我不推荐大家用干燥的 我觉得在台湾 要尽量找新鲜的 因为其实很多啦 有一些市场 以前其实是少数市场 现在只要是移工 会比较多出入的市场里面 其实都有 东南亚商店都有 那你在炒这个贝类 所以我们讲今天早烤蛤蜊好了 你炒蛤蜊 我纠正你 叫蛤蜊 蛤蜊 蛤蜊 我不纠正你 等下听众来要纠正我 蛤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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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炒蛤蜊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会先爆蒜 爆蒜之后 再把这个蛤蜊放下去 大火 大火 大火翻炒 那这个时候呢 把咖喱叶一把放进去 不用炸 把它当九层塔 对 把它當九層塔使用 其實我們的這個咖哩葉 就好像台灣人在使用九層塔的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不要小氣 是 對 直接一把丟進去 那它的這個隔離的味道 就有帶有那種檸檬的味道 跟柑橘的味道 我其實早期在接觸 比如說很小很小的時候 在接觸泰國菜的時候 我都覺得泰國菜有一種 我這樣形容 聽眾朋友搞不好有意見 艾琳搞不好也有意見 我說怎麼有一種肥皂的味道 就比如說它有一種清新 我不知道就比如說很乾淨 一種清新的感覺 其實這個其實都是新香料 還有香料的獨特的風味 其實泰國料理只有四種香料 哪四種 四種香料核心 第一個就是檸檬葉 第二個就是香茅 第三就是南疆 第四就是湖水子梗 湖水子梗 就是我們香菜的根 香菜後面的那一段 那個根 那個根 就是泰國菜的核心 我以前在問 我看到檸檬葉的時候 我就很傻 我就問說是檸檬樹的葉子嗎 不是 對 就有廚師說不是 我說這是從檸檬樹上摘下來的嗎 他說不是 檸檬葉是檸檬葉 檸檬樹 就檸檬樹檸檬這是兩回事 是這是兩回事 而且老師講 檸檬葉它是兩片葉子 黏在一起的 黏在一起 對 大家可以觀察啦 因為現在乾燥的其實也可以看得到 新鮮的也可以看得到 因為它都是很完整 但是我真的不推薦 聽舊朋友用乾燥的 因為這種揮發性的香草類 你只能趁新鮮的時候使用 趁新鮮的時候使用 可是在使用這些新鮮的香草 有基本法嗎 就比如說 以前在跟泰國的師傅 因為我那時候採訪了藍代的創辦人 不是藍代 藍相的創辦人 然後呢 我就看到拿了一個波 然後就一直倒一直倒 他就告訴我香料一定要透過島 才會有味道出來 這個其實是一個基本法 比如說剛剛我們在講的東英功湯 是這樣子嗎 是 在大陸東南亞國家 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溫萊、菲律賓 我們都用石蔥 石蔥就是石頭做的 對石蔥 然後拿一個石杵對不對 還有木杵 對石杵 石杵 然後蔥香料 蔥這個動作就是 透過島來產生熱能 然後讓這些香料 在這個島的過程當中 無限釋放 那但是呢 大陸東南亞國家 像泰國、緬甸這些國家 他們都用這個木蔥 因為他們最主要的是以香草為主 辛香料為輔 但是島與東南亞國家通常是 辛香料為主、香草為輔 所以是要看它是要倒還是要沖對不對 對 看它適合怎麼樣把它砸爛跟砸碎 是的 應該講說它是質地的問題 那辛香料它本身是粒狀的、是片狀的 所以如果你用石頭來倒 是不是比較輕鬆 是比較容易破壞它 對 那大陸東南亞國家 甚至泰國這些國家 大部分三分之二 他們都用香草 三分之一才用香料 有纖維的 對 所以他們只要用木蔥就可以了 就夠 哦難怪啊 因為我自己去泰國的時候 我有看過有石頭的 也有看到有木頭的 我甚至還有看過有陶的 是 你知道抱在懷裡 對 我就抱在懷裡這樣子 你知道就這樣 好像抱一個娃娃這樣在倒 我那時候想說奇怪 為什麼它的質地 還有它的形狀 會差這麼多 欸 沒有講破 聽眾朋友都不知道 對不對 聽眾朋友永遠都以為 這些東西用菜刀切 呃 用菜刀拍 就有味道了嗎 甚至用手抓 其實是抓不進去的 那個味道是抓不進去的 我最後其實有想到一件事啦 就我自己很喜歡吃青木瓜沙拉 有一段時間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青木瓜沙拉的基本法 也跟以前不一樣 現在大家都用刨刀直接刨 以前是刀子要剁 在青木瓜上面做刀痕 再削 那個口感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也是同理可證 不好意思 我們的時間到了 聽眾朋友們 我們會再度邀請 陳愛玲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 因為辛香料的風味學 只有起步一點點而已 希望她下次再來 謝謝 謝謝 掰掰 -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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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拜拜